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和大家提一宗在澳門發生的案件。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,一名馬來西亞的男外傭懷疑偷拍男同事洗澡被斷正, 警員在電話中發現有十多段男性洗澡甚至小便的影片, 他聲稱拍片為滿足自己性癖,這案件移送去徵辦。 被捕男子以審帥拿著藍卡,馬來西亞籍涉嫌侵入私人生活移送去檢察院徵辦。 去到今個月的22日夜晚,路坦某一間酒店員工更衣室中, 二十幾歲的本地男事主在沐浴格洗澡時抬頭, 見到上邊有個電話對著他在拍, 跟住就立刻查看,立刻追與他, 就發現有人衝出去,跟住逃去無蹤, 跟住這名事主就報警處理。 自安警就在現場監控錄影鎖定目標, 去到二十六號,在酒店裏就捕到這名疑犯, 在他的電話裏就發現到十六段涉及男性與痴和洗澡的影片。 他最早的拍攝時間就是去年的十月, 有人聲稱偷拍影片給自己欣賞,去滿足他的性癖, 這單案就會進一步去精辦。 其實這類案件近年多了很多, 或者這麼說,自從有了智能電話, 拍照錄片方便了之後, 是多了很多這類案件出現。 因為以前來講, 那些作案工具可能是針孔攝錄機, 或者其他特別的設備才可以偷拍到人了, 但現在就不同了, 他只是一部手機都隨時可以做到拍攝、 拍照、什麼功能都有齊了, 所以就助長了這一種這樣的風氣出現了。 至於這一類男人偷拍男人的案件, 其實我比較少見, 想不到澳門今時今日都會出現到一單, 但我相信這些案件, 其實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應該還是有很多的。 好啦那我們今集就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講的,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拜拜!